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 以色列在建国后 就时刻面临着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危险 然而就是这个 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中东小国 仅用了20年不到的时间 就拥有了核武器 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昔日曾担心国家安全的小国以色列 迅速地发展成为 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 而他拿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 也使中东的阿拉伯领域 感到了极大的忧虑 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域的 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怎么能生存呢 大家都知道核武器 为什么你有或没有呢 萨达姆他就要琢磨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这个强烈的性格 他当领导以后 要获得穆斯林的第一个核武器 第一为那个伊拉克 第二为穆斯林 为了与以色列抗衡 萨达姆开始切而不舍地推行伊拉克的核计划 他甚至高调宣称 如果他有了原子弹 那么他就会重新改变中东地图 将以色列从地图上一举抹掉 1975年9月 萨达姆第一次正式访问巴黎 此行他有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向法国购买一座核反应堆 有消息称 萨达姆因为迫切想要得到核反应堆 他承诺给法国的好处是 第一 第一伊拉克在未来十年内 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 每年七千万桶原油 第二 伊拉克将采购包括一百架 幻影F1战斗机在内的 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 第三 伊拉克对标志与雷诺汽车公司 各下五万两订单 第四 法国过了巴克达西边一处 十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 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 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 我们和伊拉克方面的核能合作协议 目前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欧洲共同体没有意义 我们将会在一个月内正式签署文件 1975年11月 法国与伊拉克正式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 六个月后 伊拉克又从意大利购买了放射性燃料 此时的核武器 在萨达姆眼中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然而 让萨达姆没有想到的是 他所做的一切 都已经清清楚楚地 被记录到以色列的情报档案中 以色列摩萨特情报部门 在萨达姆签订合同两个月之后 就从法国工程师口中得知 这座名为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将建造于伊拉克首都巴克达东南 约20千米的塔木兹附近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周边都是阿拉伯国家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和国土面积 都数倍于以色列 这让小小的以色列颇有危机感 而自从老对手伊拉克打算从法国这里购买核反应堆的意图暴露以后 以色列领导人就更加不安了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丁 就曾经试图通过秘密外交手段来说服法国意大利 取消向伊拉克提供核反应堆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 而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请美国人进行干预 并且希望卡特总统发起的防止核扩散运动能够影响法国 那么 以色列的这次外交攻势能否成功呢 一心想拥有原子弹的萨达姆 又将如何应对呢